Odia Jungle 男性的吃醋指数比较 看看你身边的男人 是不是个大醋他了 双鱼座 稍有月鬼是不饶人 欲是善良的男人 醋意就欲利害 所指的当然是双鱼座男性了 他的醋意非常惊人 若果伴侣稍有月鬼行为 他会好似女人般忽天抢地 泪水多到将你淹没呢 母羊座 天生霸道爱征服人 母羊座男性最爱征服别人 有什么事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摆平 面对情人有其他追求者 他就会立即行动 尽快将对方击退 与其说他爱吃醋 应该说他霸道更是和谐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 鸡牛座 无法忍受情人背叛 平日笑容可居的鸡牛座男性 非常务实 但不要以为他不会吃醋呀 他无法忍受情人背叛 就算你同其他男性吃个午餐 他吃的醋都可以多到将你尽死呢 双子座 为人轻浮 甚少吃醋 双子座男性会将吃醋 视为一种游戏 他会经常出言挑逗行人 为人轻浮的他 最讨厌死缠烂打 更不会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 所以他真正吃醋的机会比其他男性少 巨蟹座 超级醋谈死缠烂打 巨蟹座男性跟双子座绝对相反 他对爱人绝对是死缠烂打 皆因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跟空虚感觉 所以常常缠住对方 假如恋人若即若离 他会立即出海翻腾 掀起狂风暴雨 狮子座 一味暧昧硬死饼 S8都等于WiDOW ABSBYGOOGLE PUSH 狮子座的男性最爱面子 他不会为了琐碎事 吃醋 而搞到丢脸 就算恋人做了些令他极为气愤的事 他都会装作心平气和 保持冷静的情绪 同对方将事件讨论 处女座 妒忌心中醋味惊人 处女座男性最终一钻牛脚尖 因此妒忌心非常重 吃醋更成为 他同爱人的生活掉背品 就算童年人爱得如何识破天惊 性格悲观的他 都会为芝麻绿豆的小事 大发雷霆 醋味惊人 天秤座 分饰太平面生争 熬注重仪表外貌的天秤座男性 若果吃醋有失礼仪 他宁愿保持生活平衡 继续过注粉饰太平的日子 都不想因为吃醋 而搞到同恋人发生争拗 天蝎座 爱得欲深 吃得欲深 天蝎座男性完全遵从相对论 恋人对他全心全意 他就会对恋人全景投入 奉上真心 不过他吃醋的机会 亦比其他人多 墨衣爱人有些少一场举动 他都会打烂个大醋痰 射手座 醋吃得快食去了 请不吝点赞